大家好 我这里是折腾游戏 上古卷轴已经发售了好多年了 好多人都装了不少模组 增加了游戏的不少功能和快乐 然而电脑在更新换代 买到了新的电脑 想要把几十个模组再重装一遍 那可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耗时可大数日 像我这样练到了一百多级的角色 可不想再练一个 今天去教大家一个废时 但是省力的方法 完美的将上古卷轴的模组和存档 转移到新的机器 这里是准备清单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准备 首先要找到我们安装过的模组文件 这里我的模组管理器是Votex 它的模组文件在哪里呢 让我来带大家寻找 首先打开模组管理器 打个不定 我的这套方法只在特别版 周年版和Votex模组管理器上试过 然后点击设置 接续点击模组 看 这里面 这个F Games Mode 就是我的模组的安装位置 点一下下面的小黄字就会直接打开 我们向上一步把整个 模组文件夹都复制到我们的移动硬盘里 复制过程非常漫长 这里为了节约大家时间我就直接跳过了 在复制的过程中推荐大家建立一个文本文档 这个文档用来详细记录你复制出来的文件都是从哪里来的 屏幕的右边就是我正在做的一个文本文档 这样转移到新电脑时通过新电脑打开这个文本文档 就可以知道这些文件要去哪里了 毕竟我年龄大了记性不好 下面我们来把模组管理器的设置文件给转移走 图中所示就是它的路径 那个Super是我的用户名 其他人会不一样的 大家留意一下就好 来呀把镜头放大 把路径让大家看个仔细 我们通过这个路径找到了这个叫Vortex的文件夹 把整个文件夹复制到移动硬盘 这个文件夹就是你模组管理器的设置文件 复制的时间会很长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些别的事情 然后对你复制的这个文件的路径进行一下记录 这三个信号就是你的用户名 因为每个人的用户名都是不太一样的 哦有个文件竟然不能复制 哦我的模组管理器忘了关掉了 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好没有问题 下面我们需要把游戏文件整个的复制到移动硬盘内 我的游戏文件在这里 每个人的游戏安装的位置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具体的话你可以打开Steam 不见点这个上果圈轴然后点属性 然后点这个安装文件 旁边有一个浏览 点一下 文件夹就会打开在后台 现在其实已经打开了 我把它给拉出来 把整个游戏的文件都拉进移动硬盘 因为我的游戏打了模组 所以说这个文件 要比正常的要大很多 好我们看到 花了好长时间 我这一个文件终于要传输完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模组管理器的安装包 谷歌搜索Votex Download 或者截图的这个网址 当然这个管理器是Votex 别的管理器会不一样的 下一个新的安装包就好了 右上角显示我们已经下载上了 然后暂时可以不用理它 下载好之后把这个安装包 也拉到我们的移动硬盘内 我觉得能装几十个模组的人 也都挺能折腾的 所以这些小事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的方法最多是帮他们开阔一下 思路而已 接下来我们要把游戏 设置和存档统统挪走 这样我们在新机器上就不用再重新调整设置了 当然如果你的新机器分辨率提高的话 那还是调一下吧 把这个文件夹的内容全部复制走 路径里的Super还是我的用户名 所以说你们的用户名会不一样 请适当调整 因为这两个文件夹会重名 所以说为了防止弄混 我把这个给明确一下 弄一个新的文件夹 再把它拉到新的文件夹里面 好我们检查一下 这些准备清单有没有准备完毕 似乎已经准备好了 在把硬盘拔掉拿到新电脑之前 看一下我们记录的这个文档位置 准不准确 然后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到新机器的时候好用 我们不妨进入游戏确认一下 最新的存档是什么样子 好进入游戏 载入最新的存档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 主角有596万大资金 好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推出游戏 然后打开新的电脑 来转移我们的资料了 好 这就是那台我们要转移游戏的电脑了 打开我们的移动硬盘 找到转移需要用的资料 重点来了 第一步我们要安装这个模组管理器 第一步你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按到哪里都行无所谓的 但是安装完之后注意了 这里默认勾上的是运行Votex 把它给勾掉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刚才漫长的游戏 向移动硬盘传输的时候 我这里已经把新的游戏给安装完毕了 按照老方法找到我们的游戏安装位置 紧接着我们就要把移动硬盘内的游戏文件给它复制过来 哦对了这里为了方便大家转印文件 我会把我记录的文本文档的内容 发到视频的信息区内 以方便大家来参考参考 对了忘了告诉大家 我在新电脑的游戏安装的位置和老电脑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会比较省事 找到了开始复制 你看我的这个游戏竟然达到了四五十计 明显大于官方原版的十四计 注意这里要替换掉以前的所有文件 复制的时间很漫长 所以在复制的时候 建议大家去干些别的 免得等得无聊 终于复制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记录 来复制游戏的存档和设置文件 我们可以在左边的学乡卡内直接点文档 然后点My Game 之后就可以把文件全部丢过来 全部替换掉原本在这里的文件 好 这个已经复制完成了 我们打开记录看一看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要复制模组文件 而模组文件的文件夹 原先并不存在在这个硬盘上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 让它的路径保持相同 之后把移动硬盘内的模组文件 全数复制进来 由于我的模组很多 我这模组文件有三四十G 最后我们把模组管理器的设置文件也给复制过来 为什么要保持所有的文件 原路径呢 这样的话可以非常方便省事 如果你没办法保持原路径 那就创造条件保持 例如说你的新电脑可能没有F盘 那我建议你先安全的在老电脑里把游戏移到C盘或者D盘里 然后在你的老电脑里运行模组管理器 让模组管理器确认这个移动 然后再重复此操作 现在画面中我们已经开始复制模组管理器的设置文件了 同样要执行全部替换的操作 好 在文件都就位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打开模组管理器了 进入之后需要我重新登录 因为可能机器的Mac地址和老机器不一样 出于账号保护的原因让我重新登录一下 登录完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模组 都是按照原先的设置原封不动的在这里 非常完美 但是不要着急 点一下插件 我们看到有些插件是没有激活的 我们把它全部激活 这些插件是否需要激活 那是要看你原先的电脑上的情况的 你保持一模一样即可 不用像我这样全部激活 好 我们可以进入游戏看一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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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们又回来了 不要慌张 这是我调整了一下视频速度 并不是游戏变快了 用死办法大家就可以在新的电脑上 怎么说 重温旧梦 继续着你们不可描述的游戏旅程 这套方法有点费时间但是很省事 如果想节约时间的话 你把移动硬盘变成移动固态硬盘就好了 这套方法完美无措的 把所有的模组和存档都移到了新的电脑 怎么样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吧 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自己检查了一下我的存档竟然有70几档 为了节约空间我删掉了好多 建议大家也检查一下自己的存档大小 别把C盘给占满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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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